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尔胡菲的出品 大麦健身瘦 你大麦哥又来了 今天是2019年12月3日啊 今天又撒大三日呢 在说正式内容之前呢 咱们先更正一个口误啊 就是咱们看到布兰登嘎里右边的这位他的徒弟 他实际上来自马来西亚 不是来自新加坡啊 这位就是来自马来西亚本地的健美大将 Jack 好 接下来咱们期待已久的肖雷登经典赛的参赛名单已经出来了啊 咱们这个参赛名单呢 只针对职业选手 咱们业余选手是墨游名单的 这次肖雷登呢 只有一个级别 那就是女子比基尼职业赛 我们看一下名单 哎呀 有两名来自中国的女子比基尼选手 一名叫做范淑慧 一名叫做高燕 范淑慧在韩国Montestinport挺入前八 而高燕也参加了本次的炸奔波 这次我们的观众又能够在台上看到这两位选手在台上的精彩展示 但是在男子级别当中有一位重霸的人物 他就是长得相当帅气的中国健美大将李亚强 大家看这坚毅的表情 红大的胸肌有棱脚的下额和那尖耸的斜方肌和那硕大而粗壮的手臂 他就是咱们准备拿卡的比亚军还强的李亚强 他缓缓的走上了舞台 大麦哥这还没有发生呢 你说说我进入了冥想 接下来的一场职业赛就是2019年12月7号在美国圣地亚哥 Muscle Contact一场职业赛 好咱们看一下名单 这都有谁 我看到了有一个相当熟悉的名字 那就是13号杰瑞米布丁 还有同样来自于零重力战队的凯斯班萨 基本上目前的名单都是一本地加利福尼亚的运动员居多 但是目前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啊还没有说很熟悉的大将的名字 虽然我看到了一个叫Antonio 但是他并不是那个健身救了他的命的Antonio 再看看 泰兰还有一位从泰兰来的选手 难道是泰国舰体第一人TT吗 还是上次在越南职业赛取得职业卡的那位选手 选手呢 Let me check 对对对就是他 这不是泰国舰体敌人吗 他也要参加本次职业赛 你说说这么重要的消息我竟然不知道啊 接下来呢有观众跟我说啊 咱们中国舰体运动员张哲瑜也会参加本次的比赛 应该就是这场啊 因为目前张哲瑜正在和米洛斯正在美国的这个加利福尼亚进行紧张的训练 从米洛斯放出的照片来说 张哲瑜现在目前的身体状态还是不错的 而这次对张哲瑜的训练米洛斯也用上了巨型超级组合 像这种训练只有少数运动员能够承受得住 你看看像山秀筐承受了多年 陆成辉也承受了两年 而张哲瑜也在接受这种挑战 从现场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 他挺住了他挺住了 本次张哲瑜的竞争对手主要还是泰国的舰体第一人 还有一些欧美职业本地大将 他能否力挽狂澜挺入前六呢 摆脱掉日本职业赛的阴影呢 给出的预测是前六问题不大 但前提是状态要比日本职业赛还要好 而泰国舰体第一人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 在2019年洛杉矶大奖赛取得了男子舰体第四名 可以说是竞争力相当强悍 特别是咱们TT有咱们的IFB职业联盟裁判 特别喜欢的那种笑腰肩宽 而且维度正格好他有这种特点 而且TT在台上这肌肉特点是纹理感很强 质感强很干很硬 我这次他还携带着佳人抵达了洛杉矶 这泰国小伙长得相当帅啊 这帅气的表情啊他这种风格啊 大家知道谁喜欢吗 外国人喜欢啊外国美美喜欢啊 好废话不多说加油 好接下来FIT7教练哈尼最近放出了对自己进行二头训练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在二头的训练中他甚至有一些翻白眼的动作 我的奶奶咱们都是正常人咱们都是人都能理解 你大麦哥在训练的时候人就爱看啊 人特别爱看大麦哥训练那表情特别丰富 而接下来他放出了一段重邦视频 这个视频是咱们安德烈在罗马尼亚取得冠军之前 36小时之前的肌肉状态 怎么样咱们看安德烈这次夺冠的肌肉状态 是不是看着有些眼熟啊 大麦哥 嘿嘿嘿你想说谁呢 啊 你是磊狐不开提磊狐啊 好接下来菲尔西斯呢放出了在迪拜的肌肉训练照片啊 大家可以看到菲尔西斯的手臂呢还是保持着冠军的状态 目前看的菲尔西斯我觉得2020年阿努德呢可能性 他参赛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大啊 菲尔西斯呢他毕竟是冠军啊和以往一样 他瞄准的还是2020年的奥赛和10月份的弱克兽 如果菲尔西斯奥赛取得冠军比如拿走40多万 弱克兽又拿走50万 可以说2020年光参加比赛就拿走100万 你说说实话看着健美运动员啊 真的人家是辛辛苦苦的真是挣这点钱是顶级运动员 那你能跟那些搞金融的比吗啊 随便动动手指头啊 那上下小数点弄一弄他就 可以说这差距太大了 运动员啊这而且还很悲催 参加很多比赛还拿不到职业卡 你说人还得活呀对不对啊 咱们卷湖湖湖又亮出了最新的状态 这后背上的疙瘩呀好像又多了 哎呦兄弟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瑞安特里 十年大蜕变 咱们看一下2009年他是那个样子 基本上呢在前三年肌肉状态呢还是比较一般 在2012年的时候肌肉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可以说是奠定了瑞安作为英国舰体大将的基础 好接着咱们看一下2014到2018 哎呦我的奶奶 这2014和2016好像都差不多啊 没有渐渐有所增大 到2017和2018好像就完全是换了一个人了 用了新的训练方法是不是 这个上了新的训练可技 他成熟了 接下来咱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位健身网红 岁数不大 但年仅17岁 来自加拿大 他的名字叫Twisty Lee 这小伙子一直走网红路线 现在这粉丝可以说是达到了120万的follower 粉丝数量超过了刀锋 但是大家知道吗 这17岁的小孩从哪来的 突然就蹦出来了 对不对 咋他就成健身网红了呢 时不时的还要和不同的比他年长的这些男健身网红们 一起进行拍摄视频的活动 比如像什么小丽丸啊什么的他都进行合作过 有观众就不禁在问啊 谁在培养他呀 是不是他们家就是搞健身的呀 是不是他爸他妈就是就是搞健身呢 健美运动员呢 健美大将啊 从照片上咱们可以看到这位小伙子好像不是纯种的当地加拿大人啊 他是应该是有点浑血的一种性质了啊 有点偏亚洲这个血统啊 好像还有点吧 大家不知道啊 你看这张照片 老照片 这在几年前他还参加过加拿大的健美比赛 哎呦这后边大高个是谁啊 看着有点眼熟啊 那那那是是是是是他的假人 哎呦我再一看这大高个了不得呀 在加拿大健美界相当知名啊 他的名字叫听空王啊 应该也是一位华人的后代吧 也参加过比赛 这身高马大哎呦这肌肉的块头不小啊 大家知道吗 这个人呢在加拿大还有一场比赛呢 有一个经典赛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做 King Kong Classic 哎呦我的奶奶还还参加什么 十一届黄金时代什么健美大赛 哎呦还参加过这个 难道这位全球知名的17岁健身网红 就是他培养出来的吗 哇太励志了 这是一个多么multivation的story啊 再看这King Kong大概是六年前的样子吧 哎呦这肌肉可以说两个字啊 啥呀了不得呀 说到这儿就不能不提到原来曾经做过这个节目的 介绍过的这位人物啊 相当的古典啊 远看有点像阿诺德还特地找了这个像阿诺德 当年可能类似于拍的这个照片的地方 还做了点posing我挺喜欢啊 虽然不是什么pro吧啊 但是那种感觉呢特别好啊 经常在intagram拍那种复古的richo的照片 他现在和谁一块混呢 和那个在加利福尼亚美国的 也是搞专门搞古典的 经常搞一帮古典小伙儿光着榜子 大这样走 然后呢自己卖卖衣服啊这个那个的很酷啊 这个那个的好像名声不太好 有些人说啊这个啊就他跟他混在一块那个啊 不像好人呐 有的人说啊他可能是不是啊这个啊 就那样啊 我觉得咱们就没必要关心这些私下里的事啊 人家都是个人生活啊 好不好人跟咱没关系 行满释放跟咱也没关系啊 做人卑鄙跟咱们也没关系啊 这天天装逼也跟咱没关系 只要他能够给咱们带来激励和正能量 这就行了 我们看人不能光看缺点 得看人的闪光点 你大麦哥就是 其他的我一概忽略 这很多人觉得奇怪啊 为什么平时生活中好像缺点很多这个人 哎老跟我特好 因为我不在乎啊 我只看见人家的闪光点啊 所以说你说这是这是什么 这就是智慧啊 你老看人缺点 那你就容易让跟人较劲 你跟人较劲 人能跟你好吗 对不对啊 大麦哥 又跑题了 哎呀 这孩子我跟你说 就是说三天不打他日当午啊 大麦哥 呵呵 说错了 那叫除何日当午 哎呀 咱们回到主题啊 咱们看图上的这俩子 这是一个子啊 左边是2011年 右边是2019年 咋奔波 这经过八年的变化 这麦克米兰可以说 肌肉成熟了 维度大了 脸好像更有棱角了 也拿了不少奖啊 你说说 这次窄喷破可以说 壮大呀细节呢 可能都不是说很完美吧 这毕竟啊 人家连续参加了几场啊 这奥赛之后四场吧 咱们数数 匈牙利破 罗马尼亚破 还有那谁啊 炸奔波 说到这罗马尼亚破啊 咱们还记得他了 这哥们在罗马尼亚破 当时大家看很古典吧 当时罗马尼亚破 非得去玩212 当时裁判可以说都没理 他直接就给了一个第13 结果人转头 马上下个星期参加德国一场职业赛 参加古典 结果来亚军 这之后马上又发出一条动态说 我会跟传统健美说白白了 接下来的目标几年 我是属于classic of the 现在是时候做出成年人的决定了 这小伙子练剑梅也有历史了 大家看这照片 9年前是这样 这基本上成长史跟麦克米兰都差不多了 但是你看这麦克米兰都夺多少个冠军了 再反观这个小伙子 你看这皱纹都出来了 这还在212和古典健体之间 还不知道何去何从呢 幸好他做出了成熟的决定 放弃212转到古典 接下来这哥们 这哥们要备战咱们12月中旬的意大利的圣 曼尼尔Pro 大家知道这哥们长得有些像古典黑豹造型网 这哥们拿卡之后还没有正经参过一次赛呢 本来想参加罗马尼尔Pro 结果生病了 这没成 结果又想参加这个是一个星期之后的德国赛 你说还把航班还给错过了 结果就拖到现在 把这第一次献给了我的奶奶 意大利的尚玛尼尔Pro 你说说是不是有点悲催啊 说起悲催 那最悲催的还是韩国悲催教练呢 你说窄喷破啊 你说你心情不好 只能闭着眼镜发奖啊 哎呀 这最右边的这不是台湾同胞 咱们帅小伙刘翔嘛 结果悲催帅教练远赴马来西亚参赛 结果好想还不是第二 是第三 虽然成绩有些悲催吧 但是人家喝着蛋白粉还挺乐呀 对呀 这不是那台湾同胞刘翔嘛 好多人还不认识他呢 哎呀这次在窄喷破 人家在这个传统级别啊 人家取得了进入前五 哎参加健体级别人家又取得健体级别冠军 然后参加全场冠军健体的角逐 这可以说是换一下运动服就上了沙滩库啊 真的是不容易啊 这在前五里左一 这不是咱们也是中国的健体选手韩阳啊 韩阳啊我也挺喜欢啊 这小伙子体型好肩宽啊 符合那个标准有潜力 后来刘翔的全场冠军一举多冠 拿到职业卡是这么回事 这有的观众不明白 这位台湾同胞是哪位啊 长得挺精神啊 就是他 就是这位 背部两个人 咱们看一下 呃两个人呢 陈辉的协方机啊 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啊 显得呢不是那么饱满啊 显得不是那么饱满 要是但是那个李承哲的协方呢 哎这显得挺挺饱满啊 这两个块三头二头二头 二头 我觉得陆成辉在后双斩的话 手臂的话 我觉得整个的清晰度和分离度 要强于 要强于李承哲 对不对你看 这三头 你在看你看这个部分 你看李承哲这个部分 对吧 你在看陆成辉这个部分 谁强 对不对 你在看陆成辉这个部分 你在看李承哲三头这个部分 谁强 二头 两人差不多 两个人差不多啊 人家陆成辉身高还高呢 背部呢 李承哲是相对来说比较丰满 对没错 比较宽 陆成辉呢就是有点有点单薄啊 说实话有点单薄 特别是呢 这两大素啊 就是这块 这有点有点单薄啊 有点单薄啊 如果再丰满一点 就是上次说的嘛 哎 在陆成辉呢 再丰满一点 哎 这样就好了 对吧 后面腿呢 嗯 臀大肌 这赢了 啊大臀 大定啊 赢了 然后呢这个 腿部维度 嗯差不多吧 因为陆成辉他身高高 对不对 身高高啊 对吧 你这个呢没法比啊 小腿啊 豐满一点啊 是这么一个结果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 咱们不要忘记分享 关注点赞 不要忘记加入咱们的 我要火会员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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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